陰影車下交流道後面在的貨櫃 但車身不斷晃動 看起來車速不慢 前方一個90度轉彎處 疑似車速太快了 踩煞車也來不及 後輪擦撞分隔倒 車身劇烈跳動 貨櫃向右側盤落地 仰起大量嚴懲 陰影車貨櫃翻覆意外 發生在高雄前鎮 意外瞬間後方貨車緊急煞車 好險當時附近沒有其他車輛 否則沉澱店貨櫃砸下去 非死即傷 會減速慢行 導致車輛向右偏移致壯 台南市健康路 則是發生進口機車 好端端騎在馬路上 突然瞬間爆炸起火 哇靠 有一台車燒起來了 機車啊 嚇死了 目擊駕駛發出驚呼聲 騎士緊急煞車跳車逃命 才過沒幾秒 機車燒成一團大火球 超驚人 附近店家拿滅火器狂噴 總算把火撲滅 但騎士在一旁 已經被嚇到臉色慘白 說不出話 我在做事情 然後我看到 怎麼會有火 嚇一跳 原本的汽油管可能是老化 進口機車疑似管線老化漏油 被火花點燃 瞬間爆炸引發火燒車 好險騎士緊急跳車 否則在慢個幾秒鐘 後果嚴重 記者賴關章王書宏 高雄台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